雨夜街头 中年妇女为何贪倒路旁 不省人事 生死瞬间 肇事质量仓皇而逃 残局碎片 又将案情引向何方 从碎片的形状来看 应该是电动自行车上的传络碎片 十年前的受害者 十年后却成为肇事者 无情命运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何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时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南京交警王洪奇 我现在的位置是江苏省南京市 陆河区六姓陆 2016年的4月6日 在一个雨夜 就在我身后这个位置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见一位女子已经不省人事 情况非常危险 当时仍下着雨 画面中这名神色慌张 冒于不停打着电话的男子 名叫王富寿 在他身后帮忙撑着伞的 则是一名过路人 而王富寿的怀中 还躺着一位中年妇女 面色苍白 看起来伤得十分严重 一动也不动 那个受伤的女子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是躺在六星路 由西向东方向 距离飞机动车道边 大概一两米左右的位置 人已经没有反应了 从外表看不出伤的情况 身上包括脸部 头部 更没有外伤流血的关系 在等待120急救车 到来的过程中 王富寿向警方声称 自己就是报警人 有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撞倒了这名女性 随后逃离了现场 原来躺在王富寿怀里 一动不动的人 正是他的妻子 名叫毛云兰 对话过程中 王富寿肯定地表示 撞人的是一名女性 骑着电动自行车 颜色为红色 从后面扫到去点 从后面扫到去点 你怎么拽 他说他们两个 夫妻俩 连着事故都断 由西向东 靠着路南边边上步行的 两人并排 后来被一辆电动车 从后方撞倒 她丈夫其实没有被撞倒 她的丈夫 朝着电动自行车 逃逸的方向 追行了大概几十米左右 但是没有追到那个电动自行车 虽然没能拦截逃逸车辆 但是王富寿在试图追赶 肇事者的过程中 清楚记得 电动自行车在前方的十字路口 右转弯 消失在了视野中 此刻受伤的毛云兰 生死被捕 而就在这个时候 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 初步看了一下 这个患者 头部没有明显的出血的迹象 但是头症后有一个大的血肿 初步胖弹可能是一个脑外伤一个病人 生病期间暂时是平稳的 但是人生自身昏迷 在简单诊断伤情后 医护人员紧急将毛云兰 送往附近的医院 进行进一步救治 王富寿也陪同前往了医院 雨夜的街头 留给办案民警的 是一个看似清晰 实色困难重重的事故现场 仅凭当事人的几句口述 警方又该如何找到肇事车辆呢 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 有了发现 现场我们看得到 大大小小的话 有五六块 就是黑色塑料碎片 从碎片形状来看 这是应该是 电动自行车上的散落碎片 是什么颜色电动车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我看到是红色的 红颜色的是 他版的红颜色的电动车 是的 赫然出现的黑色碎片 令警方感到疑惑 根据王富寿先前的回忆 肇事的应当是一辆 红颜色的电动自行车 可是现场勘验找到的碎片 为什么却是黑色的呢 难道还有第二辆车 曾出现在案发现场吗 混货之余 细心的办案民警 在被打湿的路面上 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始发现场有大概六七米左右的那个车辆倒地的痕迹 基本上都是在飞踪车道上 长达七米的倒地寡擦痕迹 似乎也在印度上碰撞之猛烈 试想一下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撞击 肇事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应该也受了伤 而先前王富寿曾提过的一个细节 正好提醒了在场的办案民警 受害人丈夫还跟我们讲 肇事就是女子嘛 跌倒之后右脸部受伤流血 在事情发生之后 肇事驾驶员把车辆扶起来 逃逸的 肇事驾驶员 业状人又逃逸 深入调查 模糊营向下的身影 能否成为破案的关键 期间没有其他类似的车辆轻轻轻 所以我们突破判定 这两季龙金车 能送到的造成功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宿 根据王富寿的描述 案发当时 夫妻二人正沿着道路右侧 飞机动车道 尤其向东步行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自行车 从后方将妻子毛云篮撞到 随后在前方路口右转弯 向南逃逸 严下肇事质量不知去向 事发未知也没有监控录像 目前所能确认的信息 只停留在案件为一起 交通肇事逃逸案 而肇事者究竟是谁 现场黑颜色的碎片 到底是谁留下来的 一连串的问题 困扰着现场的办案民警 带着种种疑惑 办案民警 立即对事发现场周边道路 展开了排查 而恰巧 就在事发现场的西侧 有一台社会监控设备 录下了这对夫妻 在事发前的声音 监控显示 在当天下午6点28分的时候 毛某和她丈夫同行 从监控画面中经过 而在网补之后 两分多钟 有一辆踏板式电动自行车 同方向经过 期间没有其他类似的车辆经过 所以我们初步判定 这辆电动自行车 有重大的造势情 随着监控影像下的身影浮出水面 所有的线索 似乎都指向了 这辆具有重大嫌疑的电动自行车 广案民警立即调取了 车辆行进方向上的监控资料 试图跟踪其行驶的轨迹 既然这辆有着重大嫌疑的电动自行车 最终被证实不是真正的造势车辆 那么在王富寿夫妻俩 走出监控的这两三分钟里 为什么就只有一辆 类似的电动自行车经过呢 伴案民警试图通过搜索 十字路口右转弯的车辆进行排查 但是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监控视频角度比较小 只能拍到从路口过来左转弯车辆 看不见右转弯车辆 历经周折 找到的电动车 却被证实不是本案的造势车辆 监控巡车的思路至此中断了 案件的侦破工作 一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医院传来噩耗 毛云兰由于伤势不断恶化 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据了解 58岁的毛云兰是江苏南京人 案发当晚 他照旧和丈夫玩饭后出门散步 可没想到的是 前一秒的他还跟丈夫闲聊着家事 而后一秒 这样的温馨却永远成为了奢望 声泪俱下的哭诉 无形中敦促着办案命警 唯有尽快找到肇事者 更是如殷疑一般 深深地刻在了民警的脑海之中 不经意地发现 打破案件僵局 抽丝剥茧 层层排查 案情真相呼之欲出 我们就怀疑 在事故时间段内 工厂里会不会有车辆出来 请继续收看 本期平安365 生死失速 就在警方重新扩大范围 研判监控录像的时候 有案阵民警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事故路段是一个东西向的 分闭式路段 只有东侧和西侧两个路口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信息发现 在西侧路口进来的车辆 比较少 然而在东侧路口出去的车辆 比较多 事发的路段内 前后分布着四家公司 而这跟民警的发现 又是否有着些许联系呢 我们就怀疑 在事故时间段内 工厂里会不会有车辆出来 往东侧路口经过 于是 办案民警立即转换四路 将目标速定在了 案发路段内的四家公司 并于次于 对其进行了平移走访 我们首先到 路北侧的一家工厂 进行了责访调查 后来发现 这家工厂全是男性 没有女性员工 这样我们就把这家工厂 拍出掉了 紧接着 民警又来到 案发地附近的 天祥机电公司内 在与门卫 简单交流沟通之后 警方发现 该公司的下班时间 会每天的18点30分 而这竟与 毛云兰被撞的时间 出奇地吻合 由于案发当晚 王富寿报警的时间 是18点32分 而天祥机电公司 距离案发地点 仅仅不到200米 那么赵氏的驾驶员 会不会就是该公司的员工呢 办案民警立即调取了 4月6日晚 公司员工的下班打卡信息 听闻这一消息 仿佛案件的针破工作 迎来了曙光 种种迹象表明 这名请假的女员工 有着极为重大的嫌疑 据了解 员工名叫郝丽 50岁 江苏南京人 警方立即上网 调取了郝丽的身份信息 直接前往家中找人 进门瞬间 我们就看到一个女子 右脸部 有一道 一个十分长的八 面对民警的突然登门 郝丽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溃 很快警方在郝丽家中 发现了一辆黑色的 电动自行车 残缺的部位 与案发当晚找到的 黑色碎片 完全吻合 最终他自己也认定 他自己就是事发担捏 照着讨议的驾驶员 但是事故至此 还有一个问题 没能解决 事发当时 王福寿分明声称 照射的是一辆 红颜色的电动自行车 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郝丽家中 警方还发现了 一定红色的安全头盔 由于案发当晚下着雨 郝丽的雨衣 遮挡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 王福寿便错把头盔的颜色 继承了电动自行车的颜色 而根据郝丽的回忆 4月6日的晚上 为了赶早回家接待亲戚 刚出工厂大门的他 眼见四甲无车 便加快了车速 由于雨天事件受速 当郝丽发现前方的毛云蓝时 已经来不及刹车 静时轻后方 将步行的毛云蓝 撞出四五米远 那我就喷了他一下 我看到当时脑袋 把他扶起来 估计没什么 我当时脸撞得全是血 我也不知道有多严重 还能不能活 我就到医院去了 郝丽告诉警方 因为他觉得自己也受了伤 血流不止 应该情有可原 同时也害怕 承担撞人后的江彦责任 便不顾王富寿的阻拦 驾车逃跑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心悔改 我反正尽量请假当场 我也赔偿他吧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想几点应得吧 事故至此真相大白 肇事驾驶员郝丽 因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选择逃逸 故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现如今郝丽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被依法批捕 案件已经移送至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等待着郝丽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对不起我的女儿 我让其他人都感到没人接人了 面对镜头 郝丽悔不当初 而在痛心欲绝的忏悔背后 郝丽觉得最对不起的却是自己的女儿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在这时 郝丽说出了一段让人匪夷所思的遭遇 原来十年之前 郝丽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那时女儿年仅十岁 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 这让郝丽心如刀绞 从那时起 她和女儿便痛恨每一期交通事故 十年间 郝丽用自己每个月不到三千元的微薄收入 一手将女儿带大 而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十五万元赔偿金 郝丽更是将她视为爱人最后的遗物 未曾动用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当年事故的受害者 如今成为了肇事者 而这血淋淋的十五万元钱 到头来同样作为赔偿金 可能都还不够 不禁令人唏嘘 在我们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 事故又更是那样的无情 对于王富寿一家而言 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从此于亲人阴阳两格 我想肯定是得到一辈子的好 我要照顾他一辈子 我还是孤单 没得人讲话 平常都是 两人在过的说家 也要讲也说的 基本上都听到那一个人说 孤单的 是孤单的 一想到妻子毛云兰 一贯坚强的王富寿 眼角总是泛起泪花 再过两年 就是夫妻俩的六十大寿 他们曾经说好了 要一块封封光光的大办一场 可如今 妻子毛云兰 却再也没法兑现 夫妻二人之间的诺言了 这里要提醒一下 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交通事故固然可怕 但是更可怕的是 事故发生以后 那种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感的心态 同时像这样的恶劣天气 我们的出行更要谨慎 如果单纯的图快 也许是快了几分钟 但是也许 会让自己或者别人 一下子快了几十年 这是发生在江苏和南京市 陆河区的一起事故 2016年9月3日 五十五十二分许 徐某驾驶电动三轮车 游西向东 穿过金牛户街道青龙路口 此时信号灯显示为红色 就在这时 王某驾驶一辆重型货车 由南向北使进该路口 双方发生碰撞 徐某当场死亡 事故是由于电动三轮车 驾驶员徐某 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且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 在通过十字路口时 未留心身边路况所造成的 故徐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王某承担次要责任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车辆行人应当严格按照 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